天雨露滑,民众在骑楼滑倒竟然要店家赔偿 台北市一名男子昨天下午经过西门町店家骑楼时 疑似因为地板失滑加上又是斜坡 没有走稳,惨摔倒地 气得向店员表示要提告 整个过程也被目击民众拍下来引发议论 对此律师表示,根据过去的判例 民众如果因为地板失滑跌倒 店家的确要负起赔偿责任 即便主张有摆放小心地滑的公告 也没有办法完全免责 男子怒气冲冲站在棋楼下 边直着地板边和店员大声理论 甚至惊动警方到场 如果要提告 你如果要提告的话去验伤 见男子情绪激动不断喊着要提告 警方只好先将双方带开 离情事发经过 究竟为何火气这么大 该当时才刚下完雨 男子走到棋楼 没想到疑似因为天雨露滑 加上这边又是斜坡 才会一不小心滑倒了 要店家出面负责 事发就在台北市西门 昆明街一处骑楼 男子这一摔导致他膝盖擦伤 不过当下没有立刻就医 而是向店家请求赔偿 也让民众直呼 真的没看过这样的情况 对啊 走路还是自己跌倒 你不管在哪里走路跌倒 应该还都是自己的准备 你走路跌倒本来就是自己的问题 要不是说店家铺有什么油 在前面还是什么的 遇到类似情形 不少民众往往自认倒霉 不过依据法规 男子确实有权利向店家请求赔偿 如果民众可以证明自己的跌倒 跟店家的地板过于潮湿 是具有相当因果关系的话 此时呢 民众可以向店家请求 侵权行为损害赔偿 甚至呢 店家的负责人不排除 可能有过失伤害的刑者 好 在这回 男子伤势并不严重 目前也不打算向店家提告 只是天宇陆华 真的得多一分留意 否则要是不小心跌倒 伤的还是自己 接下来自满旺旺家 台北采访播剧场